以国民党来说呢 今天立法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意外 因为马政府呢 下半年要推动的ECFA跟陆生来台等重大政策呢 全部都掌握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的手里 不过没有想到张伟的改选呢 国民党既然有人跑票 结果让绿军的邱毅莹当选了 邱毅莹说她会好好照顾陆委会 让很多人挫裂蛋 天理不容的 上个会期的内政委员会 才打到鸡飞狗跳 眼看谁能够主导议程谁就赢 这一回国民党派出吴玉莹 民进党推出邱毅莹 抢起了交集委员去 国民党本来人多会赢 天知道同党的黄建廷跑了票 让邱毅莹意外上了天堂 吴玉莹却向下地狱 我们根本没有想过 有当选的一天啊 偏右台湾 上天明明之中自有旨意 我哭笑不得 时温十分遗憾 但为什么会跑票 要选县长的黄建廷 难道跟绿军偷来暗去 黄建廷说 他不小心把票投给自己 就是那一刹大事 我觉得脑筋是空白的 当下就回神了 盖下去以后 自己就愣了 我怎么盖自己 马政府下半年 关键的ECFA 陆生来台跟江澄会 都掌握在内政委员会手里 新周委的话 官员可要听仔细 第一个送话来的是赖信源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我跟你讲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以前的搞成这样 落选的焦维 只送上这句 是一个非常难堪 而且残酷的挑战 焦维改选 有人懊悔鬼遮掩 有人狂吐血 也有人很得意 还有挫泪蛋的官员 可得把皮绷紧 不要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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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手了